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印象最不好的就是华锡一大那次 给我打了一个针 打进去过后 我感觉那个脖子就是那种 完全是领着的那种感觉 没有 它根本甚至现在华锡一大 它都不知道我是个同性恋 现在心理学界的一个普遍的声音会认为说是 我来访者中心 来访者中心说 你既然希望改变 改变 那么我当然就帮助你改变 这个就是很微妙的事情 在一个很特殊的历史阶段 这个是病者的事情 保护了人 但是那一个阶段正在远去 今天我们就得应该支持人们的良好发展 我最初觉得就是说遇上同性恋的问题 性变态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人我觉得打骚扰电话 还有说有一些个案 我觉得那纯粹就是在侮辱我一样 我不会特别接受不了 而且我也特别会觉得就是说 就这些人变态 我觉得根本接受不了 就彻底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知道吗 那没法碰起 心理治疗从萌芽到发展壮大 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 而其真正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 及行业规范的完善 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相比之下 我国的心理治疗界 虽然近十几年来蓬勃发展 但是从总体水平上来说 还是处于萌芽期 当初德国著名司法精神病学家 克拉夫特·埃兵 为了保护同性恋 免受法律的惩处 而把同性恋化为精神疾病 然而这种保护 随着历史推进 却演变成了一种 更为可怕的精神枷锁 在青岛采访张北川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 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警察带着同性恋 到精神科医生问 如果是病 我们马上放人 如果不是病 我们马上就关起来 虽然现在同性恋 已经不是精神疾病 也不违法犯罪 但是这个精神枷锁 却还是套在了很多同志们的波紧上